日本的地黨蘇布的系統 可以變成我們台灣一樣 也有去上郊今天理事表是說 我們台灣地理的地方是比較少 這地黨蘇布的系統 對100公里一來地區是有效果 時間比較短 不過效果有限 所以去上郊現在現階段 已經在進行測驗 可以優先跟地黨蘇布 團合風災的單位 由風災的單位來進行營營 日本的地黨蘇布系統在大十年中 發揮作用 管理就是在收到地黨蘇的第一時間 都沒有把消息傳達到 台中文貴和公共中所 甚至直接傳達到民眾中 而且台灣的七部其實去上郊說 建設到地黨蘇之後 傳達到去上郊只有20秒到30秒的時間 第一次發生以後 我們都初步定位報告 有一個初步定位報告 這個初步定位報告 基本上會有一定的誤差範圍 但是大家收到的資訊 已經是在這個地方 這裡面也經過一個人工的介入去檢查 所以目前台灣媒體和民眾 收到的地黨消息 其實都已經是地黨 發生3分鐘到5分鐘以後 雖然很準 但是沒有方向有時間 起上郊表示 目前已經進行七次 在收到地黨蘇的第一時間 希望到達到消息團 讓防災單位 讓防災單位可以隨意營 預警系統 主要是針對大的公共建設 或者就是說一些比較重要的 一些民生的措施 那採取系統對系統 這中間是不經過人的 起上郊表示 第一黨蘇普系統 對離建雍入門的所在 都可以提供 比較多應變時間 但是對一百公里來 風範好業的進市 台灣因為河地比較小 所以蘇普系統的風雨好過 可能會不如日本 但是起上郊 目前預言開始在做 另外什麼時候 可以跟消息台首 團告民眾的手中 各需要提升入這裏 配套北台 記者總會不得